嗨,大家好,我是大飞 今天起来以后好像比前两天舒服一点了 应该是退烧了已经 头不痛了,嗓子好像有点沙痒 就上火嘛,可能是排毒 我们今天量一下体温,看看体温有多少了 今天早上鲁蛋哥起来热了一下姜汤 现在鲁蛋哥这边在弄早餐 这个早餐很冬盛 跟绣花一样 今天就不吃药了 早天吃了一点,今天就停药了 感觉没有那么难受了 把姜汤喝了 哎,降下来了 降了 36度1 降了 可以可以 牛奶 鸡蛋 香蕉 还有一个鸡蛋饼 营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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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丰盛 香蕉 你也喜欢吃香蕉 对 在家的时候也挺喜欢吃香蕉 对 在家的时候也挺喜欢吃香蕉 今天就是身体舒服多了哈 不酸不痛了 也退烧了 就是嗓子有点沙哑 有点发痒 有痰 没有什么太大的事了 水晨还有点干 你什么情况了 也有痰 也有一点痰 有点鼻涕 多喝点水 我估计再有个一两天差不多了 那个今天是冬至嘛 然后昨天朋友们说 让我们买点水饺 正好我们看一下 我和鸡蛋哥一起出去 然后鸡蛋哥去拿块地 然后正好我们两人一起去买点水饺 买点今天晚上吃点东西 冬至嘛 吃水饺 好像是不动 不动手不动脚吧 北方人是这样说哈 所以说今天咱们出去先 看看有没有哈 可能是只能买速冻的 先去超市看一下吧 行 现在我们出发了 整个旅店就我们两人 现在都不营业了 没做别人 把这行车放在这个夹道里的 装备的话全部放在那个角落 该用的全拉上去了 出去的话我没走后面 摩托车放在这里 我们开摩托车去 你坐下来 你坐下来 在这儿 有的时候 已经在这儿 煤球 尽快 老闆有水饺吗 水饺对 水饺肉没有 肉 我说水饺呀 包好的 包好的没有 自己包 买皮 你这有皮 有皮有肉 有皮有肉 对 这都是赶好的是吗 赶好的那种皮子 这么大 几个人吃吗 这个两斤 两个人啊 两个人买一斤就够了 一斤怎么够吃呀 就这点你能够了吗 这有别的皮子大点的吗 大点的没有了 这这一包是多少个 一包有90个 90啊 拿两包 拿两包 那肉称两斤哦 两斤够吗 只有这个 对 两斤皮子一斤肉 这什么肉 猪肉吗 这是五花肉是吗 如果你 我想要这个 你可以加一点那个白的 那个加一点 我这个呢 那个粗的 那个比较粗 也是猪肉 这多少钱一斤 20 那个呢 一样的 一样二十 加一点这个嘛 嗯 好 这个加一点这个 嗯 带点肥的 好吃 没边 没边 挖点哪边 这一包多少钱了吧 12块 啊 12块 12块 6块钱一斤 4斤24 24 那个肉是多少钱的 40 20块钱一斤 对 嗯 60 40吧 嗯 嗯 老板你们这有成包的小醋吗 啊 醋 一包一包的醋 醋 有两块钱一包 哪两包 嗯 多大的 小包大包 那大包的话一包又差不多 那这一包又差不多了 两块钱一包是吗 嗯 你们这有蒜头吗 啊 蒜 蒜 对啊 是要买柴子里有吗 哦行 要这买柴子 老板 蒜多少钱一斤啊 蒜一斤八二块钱 一斤八块钱 帮我撑一下 帮我撑一下 还还还还还还 五块钱 五块钱 就买了一点饺子皮 还有馅子 都现成的 我本身想买那种承包的 速冻的 哎没想到这边这个什么都有 齐全的 在一家直接买齐了 回去自己包呀 包饺子 这是一包的话 老板说是90个饺子皮 然后两包的话 就是200个饺子皮 200个饺子皮 二斤肉 一斤肉包100个 旅店里那边还有蔬菜啊什么的 不够的话剁点蔬菜就行了 嗯 卢蛋哥和我今天晚上一人100个 行就这样吧 我现在现在先去找他 然后慧哥我们回旅店包饺子 胡椒粉 搁点个饺子 然后切这个茄子 行了 搬了搬了 你要韭菜还是要白菜 韭菜就行了 白菜都拿着什么味道 然后再去买点 买的韭菜 去我自己吃 行 本身想吃白菜的 白菜的话剁挺麻烦的 然后我们买点韭菜 回去一切一下就行了 再去买点韭菜 对 要一点点薄水饺用 你平时给我们吃 平时搬了柴菜 可以用 用的少了 胡椒粉 花椒粉 这是什么 吃饭的 够了 够了 这个 多少钱一斤 一斤六块 六块 六块一斤 嗯 我看一下哈 来一把吧 这些 一点七块钱 七块钱 胡椒粉 花椒粉 买了一斤韭菜 我感觉这些够了 差不多 瓜子 感觉脚的皮好小 就那么点啊 不好包 不好包 慢慢包嘛 蟹少一点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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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提起 还有什么要拿的吗 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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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动手啦 这是2斤猪露馅的 然后加上生姜 等一下把这个韭菜也切一下 虫也得多碎了 嗯 虫也得多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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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个饺子皮 然后这里 胡椒花椒 还有肉 还有韭菜都已经弄好了 然后再倒上一点油 拌一下 够吧 先倒就好了 好 叫一口 生抽 动手了 先简单来99个吧 先简单来99个 这个面皮比较小哈 那个馅咱们也少一点 我可以把这个面皮比较小 我可以把这个面皮比较小 穿点蟹 捏一下 捏两下 捏三下 苦苦 一下 这个蟹感觉不怎么沾啊 这个皮子 我开了一下 嗯 没事 不沾呀 没事 露了回头 露几个蟹那都小事 这种蟹不怎么捏 你都剥两个了 哎哎哎怎么睡倒了 手背啊我这手进的背 谁手不背啊 我手不背 你以后到超市有卖的了就得买 对 然后自己包就行 自己包 提前不赢 对 想吃点就自己包嘛 嗯 想吃点就自己包嘛 想吃点就自己包嘛 嗯 想吃点就自己包 嗯 这一百个饺子已经全部包完了哈 然后这里还有一百个 一百个等会再包 还剩了这么多馅子 然后先把这一百下出来吃了 半锅馅啊 真是半锅哈 别用烧 哪些 可能是这半锅馅子 把饺子皮包完还要剩馅子 馅子有点多 先吃饺子吧 用电壶烧点热水哈 直接放到锅里了 咱们 直接热一下锅下水饺了哈 过了碗 啊其实放锅里也行 放锅里 那就 锅里都是油 行 到这里 这要下三锅 这一边就这样子 先下到我的是吧 好 先下 把这个水饺 稍微用这个铲子拱一下就行了哈 别让它粘锅底 这边又加了水哈 让水稍微热一下 热一下咱们把剩下的这些全部下了 吃了哈 开吃开吃哈 嗯 今天晚上这是牛肉排骨 都凉了 还有这个蒜 先把这些吃了再吃下一锅 好 来尝一下今天的这个饺子 吃啊 吃啊 蘸一下 不用蘸味道都特别美 特别棒 这里面是蒜泥 还有兔 嗯 酱油 酱油 有没有 镜像 没有没有 今天冬至 大家说吃饺子 然后今天又吃饺子 大家今天他应该也吃饺子了吧 冬至 这两天 我没买的东西挺多 嗯 真香 把这一本吃完 然后再把另一本 然后全部剥出来 嗯 吃完饭 东西都已经收拾出来了哈 还剩了一百个饺子 一百个饺子皮 然后还剩了一点馅子 看明天要是 嗯 煲的话 然后就把它煲了吃了 要不煲的话 咱们煎饼吃 哈哈 就是最近几天有点不舒服吗 吃饭也少 两人吃了九十九个饺子 九十九还有一百 反正是老板说是九十九个饺子皮吧 也不是太饿 嗯 就是稍微有点渴 多喝点水 嗯明天的话 看要是身体正常了的话 然后咱们后天就出发 要是明天还是不舒服的话 然后咱们就再休整一天 出发的时候 嗯 反正应该就是最近几天吧 看身体状况 就算是出去一天推十公里 也要推 在这住的 我感觉都住麻木了 明天看恢复的怎么样 然后合适 咱们后天又出发 明天见